你年龄它给你带来一种 就是会有一种莫名的 会有恐惧感 什么样的表演 你觉得是更高级的 大家每天早上出成功 然后拍大戏 特别局气 特别仗义 这可能是自己给自己的 心里的一个暗示 我觉得是不后悔的 我20多岁的时候 我就觉得到30岁可能是一件很焦虑的事 所以我在2012岁的时候 我就每一次过生日就当是30岁的生日 所以你可能焦虑焦虑焦虑就不焦虑了 因为年龄它给你带来一种 就是会有一种莫名的 会有恐惧感 特别当你小的时候 我觉得这可能是自己给自己的 心里的一个暗示 因为我觉得大家并不了了解你 就是大家 你觉得大家可能都觉得你是这样 其实可能大家也没有 都觉得你是这样 我自己首先我自己不会这么想 所以我在每个角色的时候 就尽量靠近那个角色就好了 其实重启拍完之后我休息了一段时间 休息了将近小半年 稍微缓了一下 然后接的亲爱的自己 然后亲爱自己 拍完之后紧接着拍的现在的叛逆者 这两部连着稍微有点累 其实就是那段时间确实是在家 就完全休息了 休息一段时间之后有别的工作 然后去全世界走一走去拍拍杂志 然后出去看一看一下 去了芬兰 然后去了纳米比亚非洲 原来比如说原来可能去健身 但是现在时间真的是不太允许 然后剧组那么多人也不会 你也不会想说 把大家放在说自己给一个时间 你去调整或者有一个时间去缓了一下 其实这个也是看导演 因为有些导演喜欢说 来一轮我们一块看看你刚刚那场戏 然后看完之后 然后做一些调整 有些导演希望你当下这种感受去演 不要去评判自己这一场的表演方式 其实风格不太一样 因为你之前捋这个人物的时候 捋到那一块的时候 你就觉得他就应该有 有了之后 特别是你刚开始没有进入人物的时候 刚开始拍的时候 你需要有一些这些东西 你告诉自己我就是 很多很多 其实在学校还确实是很开心的 从懵懵懂懂的进入电影学院 然后到每天开始疯狂 大家在排练 然后每天聊剧本 然后大家每天早上出成功 然后拍大戏 就这些过程在脑子里面记得还是 我觉得印象上都是还挺深刻的 我觉得是审美吧 就是你对于表演的 你上大学的时候 让你更多的去探讨到了 或者更多去看到了什么样的表演 你觉得是更高级的 在那个过程中 你也在思考 什么样的表演 你觉得是你向往的 你所希望的这样的表演 都是一群特别讲胃口的人 这是武汉话 讲胃口就是 可能用普通话 特别局限 特别仗义 然后特别 其实武汉人是还挺敢做敢当的吧 我现在回想 我觉得每个时期 我觉得都还是幸运的 然后当时选择的 我觉得也是不后悔的 然后也觉得是应该是正确的 因为我觉得目标可以很大 就是给自己定的目标 可以很大 但是你得先让自己动起来 不管你是在什么时候 特别是刚出来的时候 你先让自己动起来 先让自己 所谓的业务能力先 先 对 对我们上学的时候 他就说你们能不能 有点脾气 说你们能不能有点血性 让我们 对 但是我们班 男孩女孩都特别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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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